最高的能力就是屏蔽 負面的能力 一個人心裡是美好的說的 一定是美好的話 一個是骯髒的人 看事情都是阿渣的 所以講那些粗暴 講那些很不禮貌的話 只能體現你是一個很低頻 你是一個很無能的人 甚至有人會用假名字 去到處去酸別人 如果你生活是美好 你生活是充滿愛的 你去愛別人 別也愛你 你能說出這樣的話嗎 你說不出來的 這只能證明你的生活 是多麼的孤單 多麼的寂寞 多麼的無聊 多麼的痛苦 你需要通過PUA 與謾罵別人 來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這只能證明你自己沒有品 沒有能力 你去了解 非常多人名人之傳 常常提到語言這個東西 一個人怎麼改變自己的氣場 就是改變自己的語言 去改變自己的思考模式 最後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 最後就會改變你人生的命運 所以一個人注意語言模式 一定要注意 說出去的話 要不就帶給別人信心 要不就讓別人開心 要不就讓別人有收穫 對吧 所以你想說的話 別人開心 讓別人快樂 也讓別人愉悅 最後能量回饋加持 你也是反饋到你自己的 你改變自己的語言模式 最後就會改變你的行為模式 反之你PUA別人的二言二語 將反思到自己的心上 所以讓我們所有的人 都能說正面的話 對別人說有價值的話 對別人說有幫助的話 如果你不能成為別人的祝福跟禮物 就不要走入別人的生命當中